很多人都没有想到,把玉米面倒进滚烫的开水锅里,出锅瞬间变成一道美食,做法竟然这么简单 200毫升开水中倒入100克玉米面,搅拌成面絮状倒入盆里,一定要晾到温热,再倒入10克白糖,2克鸡蛋,加上3克酵母 酵母一定要用这种技能蒸包子馒头,又能烤面包,炸麻花的耐高糖高活性酵母,有了它就不用提前发面了,现做现发就可以 然后,再加200克普通面粉,再放入一把葡萄干,搅拌成面絮状,再次揉成比较光滑的面团 用我的双手擀成厚点的饼胚,直接放到屁股上醒发30分钟 醒好的生胚体积明显变大,盖上盖子水开及时蒸15分钟 粗粮细作,营养好吃又健康,松软又香甜,比外面买的还好吃,喜欢收藏是做吧